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表弟的这个女发店进去看一下 这个360前景相机就是我表弟买的 现在让他试一下怎么样 昨天跟我说想把它退了有点后悔 它这个是360的一个隐形自拍杆 这个杆非常的长 现在让他测试一下这个相机360的360度无死角的这个相机 看一下这个广角够不够广 画质怎么样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360前景相机已经调色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是360度 而且你看不见它的那个自拍杆 它自动的把这个自拍杆直接把它隐藏起来了 在这里 它现在直接把它隐藏起来的 看这个手机画质就看到了 现在我们出去拍几张外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360相机到底怎么样 现在准备用这个360相机跟到这个大疆的运动相机两个相机对比一下 然后拍摄一下 现在我们找了一个比较空旁的一个马路旁边 来测试一下这个360相机的一个收音效果 跟到它的黄斗效果 以及它的画质效果怎么样 因为在这个马路旁边的话 就是比较杂草的 就是声音比较草 所以我们待会儿来试一下怎么样 现在我表弟拿着这个360相机 它在测试一下这个拍摄的一个画质怎么样 现在我表弟在测试这个360的收音效果怎么样 现在我表弟测试一下奔跑的黄斗效果怎么样 现在在快速奔跑 现在已经所有的一些镜头都已经拍完了 待会儿回去的话剪辑好了之后 我发上来给大家对比一下怎么样 我现在用的是大疆的运动相机在拍 刚刚把这个360拍的几个画质 我放在视频的中间 大家看一下怎么样 出去拍摄了一下 现在怎么样啊 跟大家讲一下 感觉比我想象中的稍微好一点 嗯 所以说暂时先不退了 等到以后的六段时间再说吧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韩 今天拿这个是我昨天买的360的相机 今天来测试一下这个相机怎么样 现在来试一下这个运动相机的收音功能怎么样 现在外面是很杂草的 现在听我的声音听得清不清楚 测试一下黄斗 现在从我表弟店出来了 下午陪他一起试了半天这个相机 他这个相机买的是3180块钱 这个运动相机 但是昨天刚到的时候他就后悔了 为什么后悔了 是因为他不会用 也不知道那个视频怎么导出来 怎么剪辑 因为第一次使用 很多不懂 下午的时候我去跟他教了半天 讲解了半天 后来慢慢就会了 看到刚刚大家也看过 他拍摄的这个相机的画质 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不会用 心里就有点紧张吧 说怕花了三千多块钱 万一不会用 买的就浪费了 所以说就感觉很后悔 其实用完之后觉得还可以 最后给大家建议就是刚开始 学做这个的时候 最好是用一部手机拍摄 就比较简单 就是不要一下子加大那么大的投入 到时买了之后 你要是不会用 你就想着去把它卖掉 或者退掉 到时候钱也花了 就不划算 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小七点个关注